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发生的 每件事情都有它的因果 这是宇宙的根本定律 人类因为语言行为和思维产生的因 它一定会产生果报 修心之人一定要注意 克制自己每一个起心动念 要知道由于你的语言 你的行为和思维的因 会导致什么样的果 所以佛法界有句话 众生为果 菩萨为因 你们现在都是在学菩萨的人 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要想到后果 要害怕后果 而现在的众生 想做什么先做 想享受先享受 到了果来的时候 那才叫苦 不迭 希望大家一定要统得这个道理 众生爬山 很多的法师一起爬山 有一个弟子突然之间摔倒了 他一伸手就抓住了 经济就是那种藤条啊 在山上 他把上手全部都划破了 老禅师看到之后说了 经济习惯 一步别物 也就是说 这种疼啊 带刺的疼 都喜欢跟着别的物 就是跟着别人而长 你缺去抓住他 缺去依靠他 你当然是自讨苦吃啊 所以学博做人 不要去依靠 不能依靠的人 我们要依靠正信正念 依靠伯靶 我们爱国爱家 爱众生 爱观思音菩萨的慈悲心 我们一定会换回菩萨的大智大会 对 对 对 你 感谢观看